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发明 这里是时尚科技秀 城市大脑是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 让数据参与基层管理 是实现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在人口密集的大型居住区 基层管理工作量庞大 工作内容琐碎 因此 社区工作人员经常需要耗费大量人力和时间 帮助居民解决各种问题 城市大脑作为智慧城市管理的核心部分 是如何帮助基层管理者工作的呢 在北京市昌平区的天通中院 社区工作人员每天都能接到公共区域保洁 安全设施维护 租户事务咨询等诸多居民诉求 每日带处理事项平均可达20余见 这些门牌都是我们这栋楼居民 从这些地方拆迁过来的 是他们原先的一些美好的回忆 都在这里蕴藏的 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统计完成的爬楼图信息 工作人员可以充分了解 本社区居民不同年龄层 常住或临时住户占比等综合数据 首先我们呈现的是 就是这个社区的人口的一个总的统计的数量 以及这个人口变化的一个数量 对 还有这个房屋 社区房屋类型的一个数量 根据爬楼图的数据详情 工作人员即可提前为当地退休职工 适令儿童入学 新入住业主 租户 可能面临的问题做好充分准备 并予以帮助 做到接宿集办 甚至未宿先办 更好地为社区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展示科技新创意 新产品 新发明 这里是时尚科技秀 完善交通路网体系 是城市发展建设的重要基础 近年来 交通智能化应用不断发展 使城市承载能力 社会运行效率都得到了有效提升 其中 边缘计算盒子 作为智慧交通的神经末梢 在交通疏导 自动调控管理等方面 起到了重要作用 边缘计算盒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边缘计算盒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智能电动车拥有高精度控制系统 重量传感器和近距离无线通讯技术 它们能够帮助人们在骑行时得到更舒适安全的骑行体验 使用智能电动车无需随身携带钥匙 通过手机即可解锁车辆 解锁后的智能电动车需要满足编程回收 且缩电处的重量传感器感应到的重量不低于6000克 才能顺利进入行驶状态 如此就能够避免人们因为忘记收起编程 或没坐稳时驱动电动车而造成意外事故的发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日常上路行驶 还包括核心能源的充电供给 智能电动车采用汽车及动力电芯 可以通过内部智能管理模块的计算与控制 帮助电池管理系统对电池包内的多块电池单元 进行充电或放电控制 使电池组中的每块电池处于能量储存相对均衡的状态 达到提高电池组整体寿命 提升功能效率的结果 智能电动车为短途出行的人们提供了更便捷舒适的骑行体验 同时依靠科技的力量 让电动车拥有了更多智能化 人性化的设计 为大家的骑行安全保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